这大佑可是教父啊 这我们流行音乐的一代教父 所以我也很感兴趣啊 很多人啊 就是好音乐的人啊 也想听你说说 你对今天的音乐是什么感慨 哦感慨 请问别叫教父 养不教父是过 那你得教教我们的 我们是快出为人父而已啊 对没错 这事待会还得聊的 先说说这个 就是因为什么呢 好多搞音乐的人啊 我现在觉得有点这个 怎么呢 末日黄昏之感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倒觉得 因为这个只是在讲说 唱片行业不行了 对不对 CD卖不出去了 我说的还不是这个层面 好比比如说摇滚精神 摇滚精神 你觉得在现在这种时代里 还有它的土壤吗 可是摇滚 你看我们正正讲摇滚乐 我先说说摇滚的历史好了 摇滚乐是其实是在1954年那一年猫王进去录了一首歌叫做It's All Over之类的歌 或是Jet House Rock这样的一首歌以后才开始有摇滚乐这样的一个形态产生的嘛 所以那之前没有摇滚乐的时候那怎么办 那我知道摇滚乐是在大概像hiphop大概是九几年电子音乐开始出来以后就开始慢慢没落了嘛 那我们讲没有摇滚乐之前那怎么办对不对 所以音乐是有一波一波的 比如说民歌啦那种吉他式的音乐是大概是在大概四几年开始了嘛对不对 那blues的音乐大概三几年嘛 那爵士的音乐大概也是三几年四几年开始 所以每一种音乐都有它的风潮对不对 那唱片唱片是开始在大概一二二零年左右流声机这种东西开始开始开始由流声机开始对不对 然后到三零年四零年小的这种这种SP开始有 所以那没有流声机跟没有唱片以前那怎么办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很幸运的在一个有摇滚乐的时候我们红了 所以没有摇滚乐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觉得说我们不红 有流声机跟有唱片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觉得说我们就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觉得我们很幸运 但没有没有唱片没有CD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觉得说我们就不能做音乐 对不对我们应该觉得我们是很幸运的 可是有人讨论过其实有滚乐跟所有音乐都是这样 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发展蓬勃了可是因为有互联网 比较有互联网所有的地下乐队大乐队小乐团全部自己拍五分钟 六分钟自己创作的歌完全不用考虑说唱片卖不出去没人替你出 不用你要放到YouTube放到所有的视频网路上面 所以其实这数量来说还有这个广度跟深度来说 那从来是远远比不上今天的多元化跟发达 其实我记得这个大勇雄是巨蟹做的是吧 不是巨蟹做的对就是那种感情比较冲动啊 就就很很很多情的人 多情 我觉得啊我从你的歌里到后来认识你这个人呢 我就觉得他有他的一个一个潜潜意识里的一些东西 比方说啊好像私下里他会跟你讲政治台湾这个 那刚才还在说呢台湾今天是这个蓝和绿的逗到什么程度 才逗到今天这么一个街坡或者他又会有他的家国情怀啊 但是我就觉得你身上的这些东西甚至有人讲叫社会批判吧 在今天还有寄托吗 有寄托啊有有今天你可以批判什么呢 今天什么都可以批判可是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的吧 我不需要再去那个那个东西太多人在做了 为那么多人在做为什么需要多代还继续在做呢 我不能一辈子干那个事情吧那你现在做什么呢 我告诉你他要做什么好吧他还有批判 他批判他的朋友就是我我这辈子收到最长的短讯 这是来自罗大佑的200多次的短讯几乎写了一篇文章给我骂我 因为我前一阵子啊在报纸台湾的报纸写了一篇长文章 调侃农应台我说假如农应台在台湾混不下去最好回来香港什么 他是农应台好朋友嘛他也对农应台非常有非常有期待嘛 他就半夜然后给我一个短讯200多次然后呢我没回他还是我简单的回他还不服气 再来一个300多次的短讯我觉得性情中人对没错我心里想的就是这四个字 我觉得哎呀农应台老师啊真的幸运有这样的朋友可以那个发了几百字的短讯啊 那另外我一个想法就说罗大佑是不是又喝醉了 半夜传两个短讯来批判朋友 他其实他这个喝醉了啊他骨子里有一种类似于中国古代人说是的那种那种东西 其实两个人两个人都是我好朋友人家也刚刚才上台你不要这样子嘛 你们那个香港人老是喜欢这样子农应台应该上台 但是实际上你对他有什么期待的或者说你对农应台主义 起码起码是台湾第一次这样做一个从这个文件会变成一个文化部这样的东西嘛 对吧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应该对他有一个期许啊 而且我觉得做一个妈妈做的不错了他做的妈妈做的不错 你看平常就是你听听到你们还批判经常批评台湾文化 但是实际上呢在我们这大陆朋友来说我们到台北去觉得台湾的文化很好 你知道吗 对 所以反过来讲我不知道这些年你对大陆也了解越来越多了 对 你对大陆文化又有些什么印象 其实文化这两个字讲起来容易 其实讲起来是蛮笼统的嘛 那我问你你觉得文化这两个字的定义是什么 几乎无所不报 生活方式嘛 一般人人类学的定义这是生活方式 我自己的定义是文化对我来讲其实要简单去解读它 但也不能不定义文化应该就是人类生活的累积嘛 因为累积这两个字会蛮重要的 就你要他到某种程度你要检视它 人类生活的累积嘛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谈那个文化这两个字应该是 到目前为止 2012年到现在 现在年终了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了我们生活 周遭生活的累积的总检讨 这样 那我对现在台湾的人的生活的文化 我算是满意的 因为它就像你刚刚讲 经过来历的斗争到现在为止 大家终于觉得不能再斗了 都弄成这个样子 他真的不能再斗了 所以大家逐渐找到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终于找到就是不能再斗成这个样子了 有人去坐牢了 有人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就开始要好好心全的工作 为自己工作 不能为那些人这样去斗了 找到自己找到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找到个人的尊严 这样 所以这是大家经过多年之后 累积下来一些这种尊严的东西 但是你好像 没有我说因为他刚刚讲斗争 我就想斗争的对你最有直接影响 其实应该是两个年代 第一个就是80年代以前解研以前 那种对着国民党那个情况 后来就是绿营陈水扁当政的时候 听说那一阵子你还蛮有麻烦的 对 后来就没事了 没事情了 其实我真 你看如果那要到目前为止 给哪一个哪一个政权搞过什么事情 我们这种人其实不会真的去搞事情 我们这种人其实会提出 你搞的还少 比较少一点吗 真的不多 鹿港小镇或者什么什么 经常 我觉得你都算是我印象当中 那种像西方的那种很多摇滚明星 他会介入政治表达态度的 我觉得你在这方面 已经是给我很强烈的印象的 但是华人当中 我们基本上会提出一种怎么讲 会提出一种写歌的人 写歌人会从他的音乐旋律里面 他至少会提出他的音乐的美学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你不要讲说崔天一无所有 罗大佑的鹿港小镇 罗大佑的爱人同志 我们在音乐里面 绝对会提出我们的美学看法 你听一首歌觉得好听 或是他很愤怒 其实他里面旋律里面 他有他的美学观点在里面 为什么一首歌你简单 你说练曲1990好了 你说再土一点好了 明天会更好 他里面绝对有他的美学观点 他才会被大众接受 他有 比如说你能解释一下吗 比如说一首简单的旋律 我说比如说是 它是这个东西它是一种调性音乐 它是不固定在一个调性里面 它是调式音乐 这样 所以它基本上是比较不会定在一个 哪个调里面 这样 所以它是在用一种旋律式的 单性的线性的旋律里面 去说服人的那种 一种新的这种线性的一个美感 这样 所以他要用这种东西 一种独创的一种东西 来说服人 就是说你要用一种新的方式 来聆听一首歌 越解释 他得用一种 他得用一种 他得用一种新的方式